欢迎收看财经户成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红高 在今天台北股市是一个下挫收低的一个格局 那对照昨天晚上的美国四大指数 投资朋友在这个我们睡觉之前 你就已经得到怎样 看到了这美国重挫 道琼是大跌超过500点600点 好那在这个交易上面的心理 如果你有提前知道 美国会发生这种震荡的走势 那今天你的交易肯定就不会心慌慌 也不会意乱乱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7月份的投资展望 我们6月底7月初会员全部都知道 接下来的行情会怎样演变 所以今天的下跌 今天台北股市大跌了260点 成交上是4696亿元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解读 怎么分析 好投资朋友 待会我会告诉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一个台北股市 今天的航运股 航运股的走势呢 在今天跟昨天就不太一样 对不对 昨天你还会看到 阳明海运收在平盘 你还会看到 万海收在平盘 但是在今天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长龙是下错16.5元 阳明海运呢 下错17.5元 万海呢 下错25.5元 如果我们用这个K线图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看一下 更清楚 万海杀到快跌停 2609的阳明海运也是杀到快跌停 投资朋友 2603的这个长龙海运也是一样 所以在操作上面的海运股呢 我早就先前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请你怎样 要懂得见好就说 你要会上车 你就要怎样 会懂得下车 先前我已经告诉你 海运股的好光景已经怎样 不多了 先前我已经告诉你 请你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了 投资朋友 在这时间点 长龙海运 你看一下 阳明海运 你再看一下 万海海运 你再看一下 如果明天再继续下跌 万海就可能怎样 要再测试 这一个最低点的支撑 万一跌破了呢 阳明海运更好笑了 现金增值的价格定在哪里 投资朋友 这根本就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明明今年就是获利大赚 怎么算都可以赚三个股本 不是吗 但是为什么还要现金增值 还要再跟股东们 还要再怎样 额外的再拿钱出来 而现金增值的理由是什么 要打消过去的什么 账面 要怎样 要做一些船 投资朋友 你就已经营收 已经micro-micro了 还要再现金增值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对于这个海运股的看法 我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任何的看法 投资朋友 我还是这样子告诉你 我还是这样子告诉你 在7月6号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告诉大家 我知道海运股要涨到什么时候 请你赶快留下你的LINE 来加入我的LINE 来留下你的电话 告诉我们的助理 让我来告诉你 接下来你的海运股 你手中的海运股 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万海海运 到底应该怎么操作 甚至连中贵 中寒 都一样 台华投也是一样 投资朋友 基本上7月6号 你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海运股的最高点的那一天 再隔一天 海运股大跌了 我告诉你 你该怎么办 答案还是只有一个 就请你赶快来找我 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呢 我们时光飞飞市到昨天 昨天我就直接告诉你了 海运vs绿电 海运vs绿电 今天的海运股是持续下挫的 昨天我告诉你的 这个绿电的股票 茂迪 达能 太极 硕河 还有谁 还有谁 6477的 你自己思考一下 6477代号到底是谁 今天股价有些是下跌的 有些是强涨的 达能还攻上涨停 相对的海运股的 阳明海运 台华投控 万海海运 长龙海运 中航中贵 投资朋友 赏庄海运就不用讲了 是不是天差地远 你自己思考一下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再度验证 好不好 再度验证 什么叫做价值连城 什么叫做马前炮 什么叫做什么 投资朋友 凡事都有人提早知道 对不对 凡事都有人找一步 但是偏偏那个那个人 不是你 你怎么办 好那你就当然要找一个 能够找一步的人 你要找一个 找一步的分析师 不就是我吗 投资朋友 你自己思考一下 7月6号 你自己再回去看一下 这一张图 7月6号 当时 当时 阳明海运的最高点 是什么时候 自己看一下 这个地方 刚好是怎样 7月7号 那你看一下 长龙海运呢 看一下 长龙海运呢 最高点是什么时候 7月6号 阳明海运最高点 7月7号 万海海运呢 看一下 提前就已经有高点 对不对 7月1号就有最高点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 7月6号 又创了一个这样 缩盘价的新高 那接下来呢 投资朋友 这一来一回 你自己看一下 从他的最高点 杀到这地方 已经多少了 阳明海运 长龙海运 全部都一样 所以我就不用再讲 什么叫做价值连程的分析 什么叫做价值连程的分析 你自己在我的节目上面 可以一目了然 也可以这样 昭然落阶 对不对 好那我们昨天跟大家讲的 达能 在这个股价是怎样 强势怎样 攻上涨停的 国硕也是强势攻上涨停的 那太极呢 也是强势攻上涨停的 那茂迪呢 大涨了5% 那安极呢 大涨了6.1% 而硕和这只股票 昨天比较弱势 我曾经 有没有 直接明白了 告诉你 我手中会员 就是有这一只股票 在昨天 太阳能股价强涨的 这个时间点 我公开的也问你了 你觉得这样子的走势 我有卖出吗 好我叫你猜哦 如果你猜得中的话 我就跟你说 你肯定接下来会赚钱 相反的 如果你是猜错了 如果你是猜错了 那你肯定就赚不到钱了 到这边 你自己来看一下 今天的达能 按一下 今天的达能攻上涨停 今天的太极怎么样 稍微小跌的 今天的这个茂迪 也是稍微小跌 今天的安极 也是这样稍微小跌的 小跌有没有比阳明海运 有没有比万海海运 有没有比长龙海运更强势 当然有 因为这些股票都杀到快跌停了 这些股票都杀到快跌停了 但是安极有没有比较强 茂迪有没有比较强 太极有没有比较强 更何况 更何况你看一下 我们会员所中的3691的缩合 今天是上涨的 今天台币股市是大跌的 速合的股价 今天一开盘 有没有落掉 没有哦 没有落掉哦 你再看一下 长龙海运 今天一开盘 开到这里 第二盘就直接下来了 你再看一下 阳明海运 一开盘 直接就有卖单往下灌了 你再看一下 万海海运 一开盘 一样也是有卖单往下灌下去的 速合的股价呢 有吗 没有哦 好那你再看一下 2406的国朔又拉尾盘 好所以呢 投资票 我再讲一次 好我再讲一次 看我的节目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 好刚刚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画面又没有切过来 对不对 我们再重头看一下 3691涨这个样子 OK 国朔涨这个样子 好今天是抗跌的 好那你看 6477的这个安吉 那这2406的这个国朔是拉尾盘的 6244的帽底 4934的这个太极 有没有比2603强势 有没有比2609强势 有没有比2615强势 好投资票 用你的眼睛看一下就知道 好我们画面刚才没有切过来 再让你看一次 好那股票代号 我直接讲给你 2609你应该就知道 叫做阳明海运 2615你就应该知道 叫做万海 为什么因为过去你曾经爱他爱得要死 那现在这时间点你要继续爱吗 你要继续爱吗 好投资票我会告诉你 这全市场的资金 从传统是这个产业的股票身上 移转到电子股身上的这个趋势 不会改变 好即便这台北股市是下跌的 都还是一样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简单的 叫做什么 这间公司我说过它是怎样 盖牌的公司 这间公司我说过它跟什么 节能减碳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这间公司做的是什么 智慧电表的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我盖牌在上个礼拜 我告诉你是谁 投资票看一下 旺九 对不对 昨天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今天的股价 你去看一下 这是昨天哦 上礼拜五是强涨的哦 昨天到今天 连续三天有没有跌 有没有跌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你的2603的长龙海运 这连续三天的走势是涨怎样 星期五是涨的 昨天是感觉怎样 还可以上涨了一点 今天呢 大跌 2609的阳明海运 上个礼拜五 感觉上还可以留了一点上影线 昨天呢 说在平盘 今天是大跌 那对比旺九 对比旺九是怎样 连续涨三天 投资票我的选股逻辑 我的选股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在这节目上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吧 我们再重看一次 2603是涨这个样子 2603是涨这个样子 2609是涨这个样子 2633的旺九 6233的旺九是涨这个样子 连续上涨了三天 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看我的节目 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 投资票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而昨天的节目 我又告诉大家什么 这个地方 台北股市要下跌之前 我就已经提醒你 暗示你了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们在七月份的线上 投资展望也讲得很清楚了 在这个时间点 要特别留意 美国股市的这个震荡变化 在七月中之后 那会发生什么事 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很清楚的可以明白 也可以了解 我在昨天的这个股价 出现变化的时间点 在昨天股市出现变化的时间点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2317的红海 113.5元以下的股票 全数都要怎样 获利调节卖出 113.5元以下 包含113.5元以下的持股 全部都要获利卖出 投资票你过去一段时间 你很清楚很明白 我在这节目上面 公开的告诉你 红海红海我看好 电动车未来的上机非常大 未来的这电动车最强大的一间公司 当然就是红海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拨断操作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四G的加码买进 这股价 这股价你自己看一下 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告诉你是什么 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这个地方 我带我会员朋友买进的 113.5元以下 你觉得我会员有多少持股 可以赚钱卖出 投资票 那这地方千载难逢的好买点 我们也有加码买进 那你有吗 相对的投资票 在这时间点是什么 股市大跌要变化的时间点 之前我就怎样 先预告 然后做动作 所以呢 投资票你在这市场上 有这么多的分析师 你想要找哪一个人来带领你 在市场上交易 你自己要想清楚 自己要好好的思考 好那我只会建议你 你必须要找一个分析判断会精准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我 你必须要找一个交易稳健 获利的人 而这个人还是我 投资票在这市场上 你很难找到有一个分析师 分析判断会精准 而且他的交易是怎样 稳健的 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轮转账法的技术分析就可以怎样看到未来 轮转账法的技术分析就可以看到未来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在节目上面已经公开的告诉过你了 这个是大盘的这个周K线 大盘的这个周K线 在这个地方收了一个红色的十字K线 接下来走势应该怎么走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轮转账法的技术分析的课程上面 讲得很清楚了 红色的十字K线 接下来走势 就是应该怎么样 那今天 昨天的变化又是怎么样 所以投资票我在讲的是 轮转账法的技术分析可以看到未来 更何况 我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怎样提醒我的会员朋友 在市场上 特别留意美国股市的动态跟表现 好 所以在这 如果你所中的这个股票 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到现在你会担心害怕 股市下跌的投资朋友们 头顶上Lite QR Code 你就可以赶快扫描 不用想太多 你也不用怎样 太过犹豫 就直接加入了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了 现在加入我的Lite 对你肯定会有好处 在今天盘中我就已经传了一个讯息给这一个 曾经在我Lite上面的这些好友 好那只要你不是 沉浅在这个Lite里面都不出声的 那肯定都会收到我的讯息 肯定都会收到我的讯息 好那在这个股票上面还有这个财经 沪城河的股票咨询申请表 在我们Lite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直接问 这申请表在你可以问可以填一下姓名电话 然后再怎样按提交 当然你想要问的股票代号肯定都要写出来 肯定都要写出来 好不好希望你好好把握 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帮你持股诊断的这机会 在这个时间点美国股市怎样下杀了 在这时间点你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在我们上个礼拜五跟你讲的很清楚 他应该要怎样要有支撑的时候 结果刷一根黑黑线 到昨天他才开始怎样有一点支撑 而这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代表的是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今天盘前三分钟 你就可以听到我对这件事情的分析跟解读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今天的盘中趋势分析 你也一样可以听到我对费城半导体指数 对美国四大指数 对美国道琼工业指数 的这个看法 投资没有 分析判断精准 这六个字讲起来简单 每一次都要正确 每一次都要正确 每一次都不能误差太多 请问你台面上哪一个分析师 你有找到这样的 从2019年1月7号我上节目以来 投资没有 当时的股价是9319点 股市会持续上涨 当时中美交易战 这个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有人告诉你台北股市完蛋了 投资没有 我告诉你台北股市会继续上涨 当股市要突破12682之前 我公开的问你 你认为12682会不会突破 结果真的突破了吗 是不是跟我的看法一样 当股市涨到15000点附近的时候 台北股市出现了怎样 台湾本土疫情的这个问题产生了 有很多人带你看说台北股市 带你大砍股票 所中股票全部砍出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 疫情归情 股市归股市 股市会继续上涨 涨到16000点的时候 这些人怎样回头说 台北股市要大涨了 大涨了 投资人你觉得这些分析师 可靠吗 你觉得这些分析师 你还要跟吗 投资人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你有任何的股票投资问题 财经物成河的这个股票咨询申请表 请你好好的多加利用 来的就在我的头顶上 随时都可以加入 随时都可以怎样来询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当然就是 大盘的多方动能空方动能的数值 昨天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大盘的日K线是怎样 空方动能开始怎样 转强之后再怎样增强 好投资朋友 这上个礼拜五就已经跟你讲了 上礼拜五就告诉你 空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在日K线上面 到昨天 股市的下跌 连带的台北股市 周K线也出现问题 与月K线也出现问题 到今天是长这个样子 投资朋友 你知道这计算出来的结果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吗 是什么吗 接下来你操作 你应该怎么操作 投资朋友来看一下 这张图是大盘的周K线 大盘的周K线 刚刚我说过了 透过轮转战法的技术分析 在这个礼拜一开盘开的位置 就直接告诉你是有问题的 到今天星期二 明天星期三 后天星期四 大后天是星期五 那这礼拜又有碰到这台风的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 这一根到底是要收黑K还是收红K 投资朋友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在上个礼拜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这成家量 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地方会有一个量价背离的疑虑 到这礼拜你就看到 才两个交易日 在这日K线上面 你看到的是什么 上个礼拜这一根虽然是红K线 空方动能就已经开始转强 到昨天再到今天 这连续两天的量缩 低于的均量潮 又应该怎么解读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稻穷工业指数的走势 美国稻穷工业指数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我说过了 这是多的 这一根不要看 这是昨天晚上 美国稻穷工业指数 在这地方刷了一根黑根线 这是上个礼拜五 这是昨天晚上 跳空下跌大跌 留了一点下引线 那你再看一下 纳斯达克 好 连续几根黑K线 昨天是怎样 说了一根红K线 SNP500指数 看一下 非诚半导体指数 看一下 投资票 这地方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我在节目上面 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以周K线的角度来看 非诚半导体指数的角度 它是一个弱势的 但是你在以这一个 SNP500指数 纳斯达克这个指数来看的话 你都可以看到 事实上 没有太多的问题 可是以这个日K线上面的角度 明明就是怎样 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纳斯达克在这边是一个 背离强涨创历史新高的走势 因为这个SNP500指数是怎样 背离强涨创新高的走势 那接下来的股价 会不会再继续刷下去 好 怎么样 背离创高 接下来是会怎样 急跌嘛 这你一定要知道 这你一定要知道 这所以 这我就不用多讲了 好不好 如果你的技术分析 没有学到的话 那昨天晚上 这一根刷下来的黑K线 你今天肯定是心慌慌意乱乱 相反的 如果你的技术分析的底子够强 在这下跌之前 你就应该知道 你要有心理准备 接下来美国股市会有怎样 急跌的这可能 那你在台北股市的交易 可能就怎样 会比较稳健的 不是吗 那你在台北股市上面的交易 你就知道 原来昨天怎样 行情一开盘就怪怪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怎样 获利减码调节卖出股票 甚至有一些股票 你应该怎样 小赔停损了 就应该小赔停损了 就不用拖到今天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投资票 我再讲的是 看我的节目 对你的投资一定有帮助 请你每天都要锁定 每天都要观看 好 那对于在美国股市的这角度来看 我只会告诉你 这最重要的指标 不是非诚半导体指数 也不是纳斯达克 也不是SNP500指数 最重要指标叫做 稻穷工业指数 但是缺限缺点是什么 但是缺限缺点是什么 接下来你还是会看到 说得越多越好 要不然就只有另外一种走势才能止跌 另外一种走势叫做什么 杀盘用力杀 杀到出量 换你知道换手 有没有 爆量换手 大跌的时候爆量换手 哇 投资票这肯定就累了 为什么 因为肯定是你所中的股票 卖掉 卖给别人 为什么 因为大跌的时候你才会害怕 那谁不会害怕 法人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钱不是他自己的 那缩险资金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钱不是他自己的 政府基金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钱也不是他们的 你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两种走势 第一种就是成交量 赶快要说就急说 说到底了 见底就可以找到怎样 很快就会有支撑 支撑很强 在哪里马上就可以发现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杀到换手 有没有 爆量换手为止 那我不希望是第二种 第二种比较辛苦一点 第二种比较辛苦一点 好 那再来对这行情的看法 我会提醒大家 那这周K线上面的线路 也是有持续的出现问题 约K线上面的这个角度 约K线上面的角度 一样的 在这地方 现在是7月20号 接下来的行情 肯定这样 如果持续放量 成交量不缩的话 这地方会不会带 历史新天亮 然后刷一根黑K线 那就很怪了 那就很怪了 好不好 这操作上面 连带的这个最强势的这个月K线的走势 都出现变化的时候 大家都要特别更留意一下 好 那这是大盘 讲的你也有点这个害怕担心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投资票 头顶上 Lite QR Code 有任何的股票投资问题 都可以来问 你需要帮助的 一样的Lite QR Code 扫描 都可以来加入 好不好 我再讲一次 现在加入Lite 肯定对你会有帮助 你千万不要加别人 你要加 加财经护城河 我核文高分析师的Lite Made好不好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叫什么 创新 什么 凌扬创新 23日抽签 抽中每一张可以赚6.4万元 这一支股票呢 叫做5236的这个凌扬创新 好 那这5236的凌扬创新 我们看一下好了 OK 这支股票 今天他在新贵上面的股价 是跌到219块收市 好 那他的这一个产品 是在做这个智慧 是怎样 智慧的这个这个影像 智慧影像 还有跟这个人机界面的这个影像 这产品是这样子 好 那对于这个前景到底有多好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好 那他有一些厂商是这个中国大陆 就这个比较来往密切的一些厂商 所以呢 这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都不管 但是以短线的角度来看呢 好 那我基本上呢 这个以过去他的这个EPS 跟其他的这个CIS影像感测器的 这个股价的这变化 强弱的变化跟未来产业的趋势发展来看的话 好那现在抽签如果你可以抽中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还是应该会有小赚的机会 所以呢 你可以怎样 你可以怎样 有机会的去怎样 去抽一下 没有关系 去抽一下 没有关系 好不好 好 那对于他的母公司 当然就是领阳科技 这领阳的科技呢 叫做2401的领阳 好 那今天的股价呢 相对的强势 相对的强势 好 那这个地方 那这领阳的股价到底后市怎么看 你自己看一下 我只会告诉你 他持有领阳创新57.1%的股权 我只会告诉你领阳科技持有领阳创新 大概2万 我应该没记错是2万9949张的这个持股 29949 那他在这个投资上面 这个基本上潜在的获益就将近是一个股本 就将近是这个领阳的这个一个股本 这个因为他现在这股本是59亿嘛 59.1亿 59.1亿 所以呢 这个领阳到底会不会因为领阳创新的挂牌IPO而左墙 你自己研究一下 你自己研究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观察一下 好 那抽签能不能抽中 这个各评本事 各评本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怎样 高冬疫苗的股票 今天高冬疫苗股下的墙涨 那这生计的股票呢 在昨天怎样 生计的现货指数就大涨了 那在今天连续的再冲高 那整个生计股票 从高冬疫苗 从台康生计 再到这个基亚 再到这个云层的股价都涨了 好 那连这新贵的联亚也上涨了 那其他的这生计股有没有走强 当然有 那这一个 836的大疆 今天的股价也强涨了 所以呢 对于这生计股 为什么会强涨 当然最重要的是 来自于我们政府 政府对这个高冬疫苗 有多偏爱 好 我只会告诉大家 你现在思考一下 台湾人爱打国外的疫苗 对不对 好 那你问我要打谁的 我也会讲说 我要打国外的疫苗 但是投资料 偏偏我们国外的疫苗 就是不够 好 我们假设现在 我们全台湾有2500万个人 那你自己算一下 即便加入了 即便把这个台积电 跟鸿海买进来的1000万剂的这个辉瑞疫苗来算进来的话 2500万的人打下去打完了 每个人打一剂 你觉得够不够 感觉不够对不对 如果不够的话 那请问你第二剂怎么办 第二剂还会不会有再进口 还会有日本人在送AD来 会不会 答案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我有朋友说 那我就怎样 我第一剂打完 那我就第二剂飞到国外去打 可不可以 好像也不错 对不对 那也有人说 那我第一剂打完 我就等明年嘛 明年肯定就怎样 会有国外的疫苗了 好 投资料 但是在这时间点 我们政府就怎样 告诉大家 我们可能最快8月 怎样 8月中就可以开打国产疫苗了 所以这政府的心态到底是怎样 见仁见智好不好 如果你要批评政府的话 你也可以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好了 如果你不想要骂政府的话 那我会告诉大家 那你就思考一下 好像打国产疫苗 感觉比较安全性比较高 不管他的保护性大不大 至少怎样打下去不容易死 如果这样想 好像就好像比较怎么样 感觉好像还不错 对于这个高中疫苗的股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股票叫做什么 八四三六的这个龙头 这升级龙头大江 大江的股价在今天强涨了 在今天强涨了 这支股票在过去 我们曾经赚过他的钱 盘整一下在这地方创高 接下来大江这支股票 你觉得你应该不应该买进 你应该要怎样进场 投资票 自己看一下 这是他的月K线 这是他的周K线 这是他的日K线 你觉得怎么样 今天的股价 有没有比大盘强势 当然有 因为他是生技股的龙头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大江这支股票 你到底要怎么进场 你到底要怎么进场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那在这支股票是 雷比科 这支股票是我们会员 索马影音推荐的股票 今天强攻到涨停 投资票 再讲一次 这是我们会员 索马影音推荐的股票 有没有比你万海还要强 有没有比你的阳明海运强 有没有比你的长龙海运强 有没有比你的手上的钢铁股还要强 投资票 自己看一下 雷比科 攻上涨停 这支股票 也是我们索马影音推荐的股票 一档股票是昨天推荐的 何康生是怎样 上个礼拜推荐的 股价 今天是强攻 攻到涨停 投资票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头顶上有LINE的QR Code 你想要问股票 你想要问投资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来询问 好吧 YouTube下方 财经护城河的股票咨询 申请表 这边有一个网址 超连结点下去 就可以填写申请表单 姓名电话 问的股票代号 最后再按一个提交 投资票 一样的可以达到答案 你可以得到我的答案 就这么简单 在这市场上有这么多的分析师 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再跟你讲一次 你需要找一个分析判断会精准的人 那个人就是我 你需要找一个交易可以稳健获利的人 那个人还是我 分析判断会精准 再加上交易可以稳健获利 如果你不喜欢我 没有关系 投资票 我请你每天都锁定我的节目 你每天都可以来观看 来验证来看一下我到底对还是错 我到底好还是不好 相反的 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的话 就请你每天一样锁定我的节目 那顺便也帮我按个赞 好不好 好 那有任何的需要帮忙的这个问题 这个投资的这个问题上面 Lite QR Code 在这头顶上 在这头顶上 自己看一下 扫描加入就可以来询问了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个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